一开年 黄金市场购销瞭望 消费者如何看待价格涨跌 今年黄金饰品金条销量如何 有哪些新的畅销产品 记者在山东招远 北京 深圳三地 采访生产企业 经销商 消费者 为您了解黄金价格行情 不同消费群体对金饰的选择有哪些偏好 2023年有哪些爆款歧视 未来黄金价格是涨还是跌 现在买卖黄金是否是好时机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据中国黄金协会2023年1月发布的数据 2022年国内原料黄金产量为372.048吨 与2021年同期相比增产43.065吨 同比增长13.09% 我国已经连续几个月增储黄金 截至2023年1月底 我国黄金储备规模达到6512万盎司 比上月增持48万盎司 黄金储备占官方储备比例 已经上升到3.71% 那么今年黄金市场是什么行情 是投资收藏的好时机吗 今年什么黄金视频会流行呢 跟着记者去看看吧 山东昭远是我国最主要的黄金储矿 以及产矿区 拥有着近3000年的彩金历史 自唐代起就被定为中央朝廷直辖金矿 这里是集金银金链 贵金属加工 终端销数于一体的基地 记者来到招金集团所属金店的时候 正巧遇到有消费者在挑选金饰品 这位消费者告诉记者 自己每年都要给孩子购买一个鼠项金牌 除了留作纪念之外 也当作投资了 在另外一个柜台 记者看到 一位消费者正在挑选古法的速圈手镯 他告诉记者 是买来犒劳一下自己的 招金银楼是山东招远最大的批发零售店 全国各地的很多批发商都是在这里进货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现在很多老客户已经不用亲自来店里挑货了 而都是由他们根据客户的订单 在总部配好货发过去 我是负责这个西南区 就是云南那边 那哪些品类是他们比较欢迎的 比较好卖的 像西南那边吧 他基本就是挑那种显大款 还有一些民族特色款 招金公司的刘晓杰介绍说 从2023年元旦开始 在他们的所有销售端口 都呈现出了近几年来最火爆的场面 尤其是春节期间 销售数据都非常吸人 据中国黄金协会统计 今年的春节档 国内的黄金消费 总体同比增长了18% 那么我们企业 这个也是同比增幅比较大 眼下虽然已经过了黄金销售的传统旺季 但是在北京的知名黄金品牌店 记者依然看到了人头攒动的热闹场面 众多消费者对于黄金产品的喜爱 依然热度不减 在位于蒋宅口的中国黄金北京旗舰店 记者遇到了一位正计划购买黄金镯子的消费者 现在就是想起来了 就想买一个就买一个 反正贵也贵不了多少 你要现在等黄金跌肯定是不会 一时半会肯定不会跌 它只有每天上涨 对吧 所以说你要等着你就带不了 你要是不想要不你就别等 就是这意思 两种极端 那您买桌子主要是考虑配戴 还是要收藏投资的 配戴 要是真是说收藏的话 咱就不买这种东西收藏 咱就买条砖的什么的 对吧 另外的一家三口 也是来到这家店给孩子购买手镯的 我对这个东西 你关注就是有的时候涨 有的时候跌 相差不了多少现在来说 我倒对这些东西倒没有什么特别的 说我预期我等到降价了 我再买 等它涨价的时候我就不买 我没有那种想法 就是跟市场相比 只要你喜欢你想买 你就买 李女士这次来中国黄金总店 主要是想购买一个橡杖 用来搭配毛衣 我就是肯定像那种 以前传统概念里的闪闪发亮 不灵不灵那种 就不太愿意选 这两年不是古法做的比较多吗 然后我就觉得我个人肯定还是会喜欢那种 看起来哑光质感的 觉得还挺有档次的 刘欣是中国黄金北京旗舰店主管 她告诉记者 最近一段时间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到店的客流量跟往年比有了大幅提高 我个人认为跟金价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还有跟那个大众的传统的购买的热情 销售的热情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因为去年的金价一直在去年下半年的金价一直在380390左右波动 但是到12月份1月份的时候呢 金价已经涨到410多块钱 410多 这个呢就是也是刺激了一下市场 让消费者对黄金的购买的热情有所提高 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 购买黄金饰品的消费者大多属于刚需型消费 有的是自己佩戴的需要 有的是给家人或者朋友馈赠的需求 他们一般都不太关注黄金价格的波动 而更加重视饰品设计的款式和造型是否适合自己 对于这类型消费者 商家每年都会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 推出一些全新的设计 这个它就是一个小兔子 然后这种抱福兔 然后它上面是有一个福字 然后这边后边有一个金钱 然后这款它就是抱如意的 然后就是吉祥如意嘛 然后这个寓意也比较好 然后这款就是花丝 花丝然后后边有个福字 这个是香法郎的工艺 然后上面有个小兔子的形状 然后这款就是葫芦 葫芦上面有个小兔子 葫芦就代表福禄嘛 然后这个寓意也比较好 除了每年根据不同生效推出的新产品之外 商家还会针对时下流行的国潮风 打造一些带有文创属性的联名金饰品系列 我们的古法类产品 大部分的这个文饰图案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文化当中的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 比如我们现在跟颐和园跟这个故宫跟天坛跟首都博物馆 我们都有自己的联名文创产品 这个每一个产品其实都是从文物当中挖掘出来的 消费者都是非常喜欢的购买的 这样其实我觉得也是对这个文化的一种传承 我们把文化做成珠宝 做成首饰 然后顾客愿意去花钱购买 就证明他是接受了这个产品 带给他的这种传统的文化跟传统的故事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理解 里根是蔡白股份首席首饰设计师 他告诉记者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 开始注重有文化底蕴的监视产品 在彰显民族自信心的同时 通过购买产品实现文化的传承 我们的这个专门研发的一些东方花园的产品 它就是更加的注重一款多代 比如说您买了一款耳钉 它是耳线 可以拆成耳线跟耳钉两个东西 它组合在一起是一个耳坠 它可以自己组合 自己搭配 然后我们的这个打破了传统的耳饰 成对出售的这种模式 我们把它做成了单只的 您如果喜欢两个长得一样 您可以买两只 如果您不喜欢 您就喜欢这种 包括我们自己研发的系列 我们很多都是AB款 就是两个长得不一样 但是它是有联系的 它是有系列化的 今年是兔年 我们选取了这个兔子的各种造型 结合了一些吉祥的文饰 再加上了不同的色彩 做出了一个套系的产品 这个产品的名字也很有趣 叫兔年图什么 比如说像这个新图个铜心 图个桃花 图个芙露 图个好运等等 对于很多第一次接触黄金产品的消费者来说 最困扰他们的就是黄金产品的计价方式 在每家今天的醒目位置上 都很容易看到公布的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大盘价格 但是对应到自己心仪的产品时 交易价格并不是公布的这个价格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家的金条呢都是按照标价 然后按参考的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这个大盘的价格 再加手续费 然后首饰类呢 我们每天也是会根据上交所的大盘价格 报出我们首饰销售的基准价格 然后呢根据不同的工艺 它还有一定的这个公费的一个标准 收取标准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上海黄金交易所每天公布的是原料金的价格 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上手续费和公费 是目前国内黄金交易的通用行业惯例 区别在于不同的企业 公费手续费收取的标准不同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 怎么购买黄金才划算呢 你像这个柜台上呢 都是我们的一些高工艺的 高附加值的 有授权的一些产品 它的价格呢可能会稍微的高一点 你像我们这边这个柜台 都是一些投资类的产品 可能这个价格呢就会稍微低一点 这要根据咱们顾客的一个需求 如果说你是要馈赠 包括你的收藏 你可以选我们这些高工艺的百件类产品 如果说你要选择纯投资的投资金条 建议你选择我们这个柜台的一些产品 如果你选择高工艺的 它的价格肯定会高 有可能在100到200元的附加值不等 但是你如果选择这些普通的投资类金条 可能加价只有几块钱到十几块钱 所以说对于回购的投资者来讲 它是非常的划算的 对于比较关注肩价波动的消费者来说 他们更关注的则是金条等投资型黄金产品 像100克的这款卖的是最多的 因为它的加工费刚好是10块钱 咱们像50 20的这种规格 每克是加12块钱 这款呢 然后这个价格大概在4万多块钱一块 手续费呢又比较划算 所以选购这块的人是特别多的 然后这一款就是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呢 1000克一块 选购这种呢 可能就是买的量会更大一些的会选择这种 一般我们正常的顾客买的100克的是最多的 有买就有卖 在离黄金销售柜台不远处就有黄金的回购柜台 记者遇到了正在出售金条的张先生 他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选择卖出呢 觉得现在的这个金价合适吗 对比较合适 现在还涨挺高的 跟你买的时候是涨了不少 对反正前几年买的时候 我是三百六七左右 现在差不多四百多 你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吗 对应该是挺合适的 反正我个人觉得挺合适的 销售员告诉记者 现在黄金的回购流程比较简单 一般金条或者金饰品拿过来之后 都要进行称重和验针 如果是金条的话需要剪开 看里面的橙色是否一致 再放入贵金属光谱检测仪器中检测 而黄金饰品则需要融化之后 检验其中的橙色 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非常方便快捷 需要提醒消费者的是 办理黄金回购 一定要记得带上身份证元件 对于准备购买黄金饰品的消费者 为了避免消费陷阱 行业从业人员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就是作为消费者 如果说你要是去买饰品的话 那我觉得因为饰品的价格波动 相对比较稳定一点 那就是本身也是一种刚性需求 所以你就是建议去一些正规的商场 去买一些 就是你看好哪个就是可以买 然后另外呢 更多的应该关注一下 这种流通的渠道 因为就是正常的黄金 你买完了以后 比如佩戴两三年以后 那可能不喜欢了 那可以选择这种已就换新 或者说未来需要钱的话 可以参与回购 那更多的关注这种全流程 这种渠道完善的这种商场去购买 那从投资意义角度讲 那我们说投资金条是更多的参考 国内国际就是这种金价的综合报价 那就是相对选择 除了正规的这种商场以外 那就是手续费的价格相对便宜一点 那未来你获利的空间会多一点 对于未来黄金价格的走势 作为蔡白股份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的李扬 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那我们看到从年末开始 市场预期就是美联储这种加息 也是进入到了尾声 因为整体在这个过程当中 市场更多的预期 可能今年下半年或者年末的时候 那可能会进入这种降息的预期 那降息就是共鸣思义 那就更多的市场资金流入到市场 不管说黄金 股市 房地产等等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金价在这个周期当中是受益的 而且我们从历史上 就是每次美联储量化宽松也好 或者说降息周期也好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金价在这个周期当中 表现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作为投资者来讲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可以逐步的分批买一些 因为很多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对这种金价影响因素 敌人政治不太理解 可能不太了解的消费者 那我们建议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采用分批买入的详实 那一般黄金呢 作为这种家庭资产的重要一个配比 那我们一般建议投资者 就是投资这种10%到15%的资产 去买一些金条 作为这种投资渠道也好 或者说最后的一道屏障保障 对于很多以投资为目的的消费者来说 黄金产品的回收渠道是否顺畅 也是他们选择这类产品的主要关注点之一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线上回购的一个程序 这里呢有一个我要卖金 上面有一个当日的实施的一个盘价 这个盘价呢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具体的这个价格呢 要根据我们客户确认成色之后的这个价格来确定 点击我要卖金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声明 客户看着根据这个声明 进行一个签字确认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录入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产品信息 包括快递上面取件的一个地址 还有您的银行卡信息 方便我们给客户进行回款 杨秀伟介绍说 招金的线上回收系统是不限橙色 不限产品 不限品牌的 足不出门就可以实现黄金交易 非常方便 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欢迎 消费者啊 未来呢想把这个黄金进行变现 那建议呢就是买这种投资类的金条 如果说买这种首饰类 或者说这个工艺类的 可能的损失就会比较大 可能在心里这个价格落差上呢 也会比较大 对于消费者非常关心的 未来金价的走势 招金集团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 梁永惠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去年的底部应该在370万钱一克 顶部应该在420多块钱 春节期间的话应该 黄金的原料价格 那么应该在4256 那么现在的价格应该也就在413左右 年均价来看 那么基本上每年都是有一个 稳步的一个增长 因为前期美联储的加息已经 在2023年就到顶 那么它会进入到一个降息周期里面 那么应该说2023年的一个价格 就价格的一个 我们认为是未来几年的一个相对的底部 那么2023年是老百姓购买黄金 或者进行老百姓家庭资产配置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黄金首饰之所以好看亮眼 关键在于工艺 近些年来流行的除了镶嵌 亚光 3D 5D 硬接 今年还流行一种古法工艺的黄金饰品 不同的消费者对于黄金产品也有自己的偏爱 你像这种80后70后 它可能就是手镯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群体 你像90后和00后呢 就是5G类 小件的这个黄金 是它的一个主要购买品类 像这两年这个5G的黄金 它的优点呢 是做得大 工艺新 又很时尚 那么它的这个价格呢 又相对较手镯类低 那么就受到这些年轻人的这个热捧 随着古法黄金消费热潮的兴起 各种有着文化内涵的黄金饰品 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古法工艺看得出来是一个磨砂的 就是这个这样的一种质感 非常的高端大气 这套系列很古朴 对 这个系列是我们今推出的一个产品 是跟国家文物交流中心合作 根据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来达到的这个黄金产品 每个黄金产品都有它的故事 这个岳王勾建筑是来自湖北博物馆 根据岳王勾建筑的发文来打造的 然后岳王勾建筑呢 它这个是有这个励志的精神的典范 比如说不具失败 能取能征的象征 这个这款玉珠龙吊坠呢 是来自辽宁博物馆 玉珠龙来打造的 是新时期红杉文化的一个产品 这个玉珠龙吊坠呢 是古朴纯厚 注重了神奇而不讲究图文的华丽 具有北方民族 这边的古典华和那么动态 又被提供下来 这边的一位 实际上的那边 我知道 我们必须要去 基于尾巴 基建筑的 issy的 这边 还ули 出品 自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有八样足尖饰品 还有一个整个这个盒子叫压钱香 这个是蒜盆 代表精打细算 裁员广进 剪刀 可以剪绫罗绸缎 代表家境富裕 如意 吉祥如意 不齿代表步步高升 镜子代表生活圆圆满满 斜代表夫妻白头偕老 梳子代表夫妻结发 相爱一生 斗代表日进斗金 火爆的黄金市场 拥挤的柜台 满载而归的顾客 这是深圳罗湖水贝 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的场景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消费者 也加入了黄金理财的队伍 从载小街斗到购买不同规格的金条 对于囤金出售 消费者们也积累了自己的心得看法 像我之前就经常来这边买 然后这边黄金的规格就比较多 很多金店嘛 就那种回收的也可以 出售的也可以 就比较方便 比较快 我就想把我所有的钱放在 它价值对等的地方 我就会选择买 购买金条 中国珠宝看深圳 深圳珠宝看罗湖 罗湖珠宝看水贝 作为我国最大的黄金珠宝交易集散地 水贝市场也成为了黄金交易市场的风向标 从去年到今年年头的话 感觉有点像一几年的时候 那个抢金潮的那种感觉 我们的销售额还有人流量增长了30% 有一个顾客来我们这里 光买金条 营业额是到达了100万以上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 黄金还承载着美好的寓意和情感诉求 小孩佩戴的平安索 结婚时的三肩 五肩 代代相传的金镯 项链等 我会戴手镯 项链 戒指都有一套 我刚才就看到一个古法 黄金手镯 很漂亮 很古典 我想的一年到头了 金价现在跌了一点 我想买一个镯子 它又保值又漂亮 三肩的话 说实话课重还是有点重的 然后在水贝这边的话 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我就觉得 然后款式也更丰富一点 毕竟结婚是很重要的事情 还是想挑选自己比较喜欢的款式 在罗湖水贝黄金珠宝片区 平均每天黄金珠宝营收达2.7亿元 如此吸引消费者的背后 离不开紧跟时代的时尚设计与先进工艺 在设计上我们也会用到新中式的国风为主 例如以前的黄金只是纯黄金设计 那么我们现在会融入小的翡翠 珍珠 玛瑙 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元素去加以设计 主要就是纯手工的花丝 还有藏刻 然后结合工艺 然后我们来提炼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 来融入到我们的一个设计中 将文化与工艺的一个结合 来体现产品的一个独特性 对于未来黄金价格的走势 广东省黄金协会会长珍伟刚 同样认为会是一个上浮的过程 从现在目前的整个国际环境来看 黄金的价格我认为还是会向上走的一个方向 一个就是这几年来的国际地元政治 确实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件 对黄金的上涨 金价格上涨有助推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这几年各国的发行货币 是超规模超量的 所以黄金刚好是对他们是一种对冲 智能经济时尚新能源车生产销售如火如荼 哪些新款车型即将推出 市场价格有没有调整 消费者面临怎样的担忧和顾虑 多路记者走访国内市场 采访用户 商家和企业 为您带来多方位的新能源车消费行情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